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根据台媒报道 对于金门渔船惨案的调查工作取得进展 调查人员在大陆渔船船身上发现明显被撞击痕迹 经比对该撞击痕迹的位置、形状 与赵氏台海巡船上的接触位置相吻合 从而证明两船至少曾发生过一次严重撞击 与此同时 在赵氏台海巡船上发现一处红色游漆痕迹 经比对该游漆为大陆渔船在相撞时刮蹭流下 从而坐实了两船相撞的事实 海巡署第九海巡队副队长陈建文三度改口翻供称 大陆渔船甩尾自撞翻覆 他称 巡逻艇在执勤时依正常航行速度到发现陆级艇附近 发现陆级快艇仍在进行捕鱼作业 艇长开启指示灯警报器 快速往陆级快艇前进 追上陆级快艇后 他往东航行 我们由西北往东南 一分多钟内 陆船不断折行 为了摆脱海巡登艇 陈建文说 海巡登检过程 陆船为了拒绝海巡登检不断轻微甩尾 但海巡要登检就必须贴往船只 过程中产生轻微碰撞 陈建文补充 小幅度甩尾不会有问题 但后来 陆级快艇急向右转 导致其船尾朝左边甩 巡逻艇在陆级快艇左边 陆级快艇撞上巡逻艇后 因反作用力反弹失去平衡后才翻覆 陈建文强调 当陆船突然右转并甩尾撞击CP-1051艇船首后 CP-1051艇马上回转 但陆船当时已失去平衡翻覆 两名原药登检艇员也立即跳到渔船上搜索 有两名渔工很快浮出海面 立即救起 第三名渔工不久后 也从陆船后方浮上来 艇长立即带救生圈救起 但当时已失去意识 海巡将人拉上巡防艇甲板急救 搜救人员在驾驶舱发现最后一名渔工 救出时已无意识 但海巡人员持续急救 当天下午四时许送医 海巡的叙述漏洞百出 根据大陆渔民描述 他们12点多出海 到12点50分 什么事都还没做就遇到海巡 和海巡所说的渔船被发现时 在进行捕鱼作业的描述不符 从海巡署公布的示意图看 他们称大陆快艇越界 但其实只进入所谓禁止限制水域一点点 这种所谓的线从地图上看看是有的 但到了大海上四周一片茫茫 一般人哪里看得到线 执法的海巡船只需广播就可驱离 但为什么会形成追赶蛇行 最后还因多次碰撞而翻船 渔民落海死亡呢 对方是带武器的 人肯定会想着快点离开 蛇行不是浪费时间吗 正常情况下肯定得执行啊 所谓自撞翻腑 如同有人骑摩托车会去撞警车 十分可笑 而对于全过程没有录像 陈建文便称 密录器经过内部调查审视 队上一共配备十三台 故障待修的有四台 小金门有三台 解诞室有六台 都是供35吨巡防艇轮流领用 由三个勤务项目轮流引用 包括大门领用一台 守望领用一台 小金门巡防艇领用一台 另外三台是在解诞室可以用 有充宝垫 他提到 因为小艇是没有强制领用密录器 所以当天也没有领用 也没有记录 但艇长是每个都有一台 手持式V8 但因为环境无法使用 现有CP艇 现无装设全船监视系统 依据海巡署配备基准 室内小艇亦未配备密录器 因此未违反相关规定 但根据海岸巡防机关 海域执法作业规范第九条提到 海巡人员执行职务 应随时以照相录音录像 或其他搜证方式 保全相关试证 按照他们的内部规定 会带着三种录像设备 一个是船上装着的 一个是他们人身上挂着的 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执法记录仪 只要按钮单击就能录像 还有一个则是手持的现场拍 留着做证据 四个人在快艇上面 一个人开快艇 两个人登艇去领检 另外一个就是搜证 因此不可能没有搜证 所以一定有照相录像 但不敢拿出来 其实早在2019年 丽院已经提案要求 配发密录器给基层人员 也或通过 在2020年11月 海巡署发布的新版制服 一线海巡人员外套预置有 门巾密录器插槽 地方政府还有民间机构 其实捐了不少密录器给海巡单位 这都可以上网查得到 像澎湖县政府 海巡支游总会这些单位都曾经捐赠过 这些捐赠的密录器跑到哪去了 查一下海巡这艘船只的配备 还有年度检查的资料 看看里头有没有提到相关密录器的设置 或是密录器的保养 如果有的话 很明显就是海巡署说谎 此外 海巡署首度提供案发时 CP-1051停与第十二巡防区的 四段无线电通联录音档 其中第十二区巡防区值班台 14日12时52分呼叫该海巡艇 表示有一艘A类船只高速朝向北定岛前进 指挥该艇前往防堵 而CP-1051停回答收到 只有总长不到30秒的通话 并没有翻船意外后的通联录音 令人疑斗 海巡说 四人是四川贵州到福建打工的人士 口音很重 他们听不懂 无法沟通 七天后 记者视频中两位生还者 普通话非常标准 根本不存在听不懂的可能性 海巡要求 尽快火化两位死者遗体 遭到受害者家属的坚决拒绝 并要求道歉赔偿 为什么要火化死者遗体 如果没有不利于台方的痕迹 他们应该邀请大陆方面派法医与台湾法医一同验尸 把真相公布于事才合乎常理啊 致死原因不明 是受撞击死亡 受枪击死亡 还是落海后溺斃 这么急着要火化遗体 这不是要销毁证据是什么 海巡说 他们忙着救人没空录影 但生还者则说 是他们自己爬上岸的 说明台方根本没有救人 是见死不救 在海巡署的眼里 大陆渔民本来就是命如草芥 1990年 敏平于5540事件 海巡署将25名大陆渔民 定死在船舱 活活闷死 这是人干的事吗 只是在今天 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 台当局才出来扭扭捏捏 解释推责 在过去 他们连装都不想装一下的 还有 我们要记住这个汉奸 台当局所谓的海委会主委 管碧玲 2月19日 中国海警登检金门观光船 管碧玲表示 未来台船博若遇大陆海警登检 可依据标准程序不停留或转弯避开 并第一时间通知海巡协助 是不是极其可恶 竟然教唆台湾省的渔民 不接受大陆海警船的检查 让其快跑 简直是混账 所以海巡署本身就是双手沾满鲜血的 邪恶恐怖组织 让他们忏悔道歉是不可能的 只有把他们狠狠按在地上 他们才知道怕 21-22日 中国海警2202舰和中国海警2203舰 14515船和14609船 陆续抵达福建省夏津海域 与此同时 中国海监8001船 余正35506船也再次进入 中国海警2202舰 是由海军053H2G型护卫舰540淮南舰改装而来 2203舰则是同型541淮北舰改装 这两艘姊妹舰均装有四座 双管37毫米自动炮 排水量2500吨 这两艘舰的到来 估计将在金门外海 进行长期巡逻管控 禁限制水域是台湾自己的说法 按照这个说法 在区域外 大陆就拥有完全的执法权 大陆海警就可以对台湾的外岛军事补给船进行检查 届时台湾外岛驻军的军事补给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 如果台湾继续与大陆硬刚下去 不妥善处理此次事件 那么湿余等小离岛的军事补给会被大陆切断 而岛上的驻军可能会被迫撤离 甚至会被直接俘虏 届时这些小离岛就被大陆没收了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台当局敢反抗 那么我们不妨直接先提前收回金门 马祖 东隐 太平岛等外岛 然后下一步才是澎湖 最后才是台岛本岛 这种战术叫做日拱一卒 民进党当局又能如何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